大家好我是江士奇 今天是士奇愛講鼓的第十二集了 今天的內容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十六分嗨嗨的一個練習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十六分的嗨嗨啊 主要有兩種方法可以去嘗試 一種就是單手去打十六分 另外一種就是兩隻手去打十六分 那今天我要教大家的練習就是單手打十六分 好以往我們在打嗨嗨的時候啊 我們會完全是靠我們的手腕去做動作 所以可能你在打不管是八分的嗨嗨 或者是打十六分的嗨嗨 你會完全是靠手腕去出力去打這個嗨嗨 那可能我們速度快的時候 有些人打到速度快一點的時候 他就會變得手背這邊就會很痠 然後肌肉會變僵硬 然後你的點就會越來越聲音越來越硬 因為你的手背其實已經不太能夠動了 好所以今天我會教大家另外一個方法是 比較好去操作我們比較快的八分 或者是十六分的嗨嗨嗨 首先一樣我們會是用我們的手腕下去做第一下 那第二下的時候啊 我會我的手腕往上抬 然後手背 手肘讓他去做動作 所以一二的時候上來 一二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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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啊 我們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啊 基本上我們只有手腕跟手肘 這兩個關節有在動 所以你看我的大背其實沒有在動的 所以在練這個動作的時候 要特別去注意一個就是 你的大背不能去做 往前往後移的動作 因為我們速度快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讓你去做這麼大的動作 而且其實你的大背去動到的時候 有時候你的點就一定會有往前往後 我只要去動到我的大背 他就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我可能第一個點是打在這裡 第二個點可能就會打到上面去了 對那你有速度快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你的手背可能一直在前後動 所以基本上來說啊 我們的大背是不會動的 所以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還要再去注意一個就是 二跟四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要記得是 上來到那個時間點 一二才打 有些人可能會變成一二就已經先點 可能你往上的時候 可能還沒有到二的那個時間 你其實已經去點一下了 所以要去注意 你打出來的拍子一定是要是平均的 一定要是十六分 所以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這個動作有一點點像 我們在做的類似海豚的動作 或者是你要說他像毛毛蟲的動作也可以 那其實他就是用這個動作讓你的 兩個地方去出力讓你的動作可以 比較完整然後再加上你的肌肉可以不用 不會那麼的緊繃 他就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好速度變快一點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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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以下是這個練習的示範 跟我們何一三四 一四 一二三 一二十四 大 있지 好,以下我會去用這個16分的Hi-Hat去做一些節奏的示範去給大家聽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維持剛剛這個動作 然後去把一些我們可能基本比較常會用到的節奏形態 或者是我們的大鼓的變化去用在這個Hi-Hat裡面 以下是這個練習的示範 好,來吧! 好,來吧! 鴨鼓梆 一樣 鴨鼓梆 順鼓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是世奇爱讲鼓的第十二集了 那世奇爱讲鼓也不知不觉也录了一年了 那希望在这一年当中啊 教给大家的这些东西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那世奇爱讲鼓还是会继续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尽力的去回复大家 世奇爱讲鼓 谢谢大家的收看